你好,我想說我曾經在葵涌禍入一個公養中場 在一個快餐部做凌晨間,回到三點多,直到早上 我在那裏做的時候,簡短一點,我們有個類似的拖禮 那時候是7月14日,就是最近發生的事 那我們的洗手間裏面就有一道大門 入完一道大門之後,裏面就有兩個類似,一個男似 女似就在右邊,一個男似就是左邊 女似一進大門之後,兩個廁所是順著去 一個在排第一,一個排第二,兩格,一個近大門邊 一個在外邊,另外男似就在對面那邊,對正類似 那天晚上,我就跟另一個女同事,其實是最早回到公司 我們其實都不知道,我們最早回到公司,我們就回到公司 我們要換制服的 那好啦,我進去的時候,我的同事是在最前面那一格 那我就站在最前面那一格 那其實呢,我們的洗手間呢,進了大門之後呢 有條長巷,就才進到那兩格廁所的 那跟著呢,其實如果我們在那個女廁所裡面呢 我們那裡是靜到呢,當外面的大門開 有人要進廁所的時候呢 我們就連在洗手間呢,都會聽到,是會有人 去進來我們這個範圍,去洗手間的 那那天,回到去的時候,那另外的同事就在換衣服先啦 那我就去了最近大門那一格,那好啦,大家換衣服出來的時候呢 那我另外的那個同事呢,就一,即是不介意說錯啦 就一走出來,有沒有搞錯啊,去洗手間就去洗手間吧 急的,明知開不了門的,就不要挫道門啦 那他形容給我聽呢,就說,有人直接是開了門,開不了 就不停地打開門,就好像伏伏聲那樣,打開門的鎖 是要進去那格廁所 那跟著呢,我就說,沒有啊 我完全是聽不到,有人進來我們這個洗手間裡面 那好啦,那其實我也是一個,我是一個道教的 我也學了法的,那我就不是那麼怕的 因為我們回到夜晚局都做出,就是都帶齊衣服那樣都上班了 因為原來自己一小小害怕的 那跟著呢,我就二話不說,就立即衝進去藍廁 跟著我進去藍廁,沒有人啊,一個人都沒有啊 跟著我就立即再衝去大門那裡 再看看我們其他同事有沒有回來 因為原來那一段時間,全場都是只有我和這兩個女生回來了 那我再進去廁所的時候,我說,一個人都還沒回來啊 整個場只有我和你回來了 那她就開始很害怕了 那其實可能真的照著她離去 而那一刻真的整個場都沒有人 那究竟誰打開門呢 她告訴我,她害怕的程度是很害怕的 因為大家都在換衣服 為什麼會有人坐門呢 再加上的推斷,如果那個人真的很急,很需要去廁所的時候 我是第一格 你急的程度去到要坐門的時候 第一時間是不是應該先開我的門 但是我是一直換衣服,我是零 一些聲音都沒有聽過 我說,直接沒有人進來,為什麼會有人坐他的門呢 那就是這個第一個故事 那我那裡就是一個燒尾工廠 很大的,全層的 我想如果在那裡都知道我在做什麼 其實還要那些時間 我們那裡都是,我們一個 那裡都是一個凌晨工廠 是分給快餐部的那些 我想如果住在那裡 應該都知道我在說哪一個位置 那燒尾工廠很大的 因為有賣燒尾 還有有快餐做的 那燒尾那邊呢,整個燒尾工廠 凌晨回去呢 是全部掛了燒豬啊 蠟鴨啊 叉燒啊 我想只是這幾樣東西 都幾百條在那裡掛著 那所以我都說 我們那裡有東西是不奇怪的 那我們那個位置呢 還有一個很大的玻璃 玻璃那裡是寫字樓 寫字樓那裡 是可以看完整個工廠的 那我們 有時候我們還沒回去之前 就有一個女孩子 她住得很遠的 她就要很早回到那裡 那沒有回去的時候 她就要回去 可能睡一陣才開工 因為我們那個人還沒回去 她可能點幾兩點已經要回到那裡 等我們回來了 因為她住得太遠了 她住在東涌那裡 她自己坐車要提早回到那裡 她試過在寫字樓那裡睡 她一起來的時候 她一看去燒尾那裡 整個女人背著她 站在那裡看著燒尾 自此之後她就不敢再回去睡 她寧願遲到她都不上班 這樣會清晰一點 總之每次有人要去刺隔的時候 就要經過開個大門 大門一開的時候 我們在一二刺隔 我們一定會聽到 有人走進這個範圍 但是當時我是什麼都聽不到 而那個女人 另外一個同事 她告訴我 她真的怕得很震 因為她覺得 絕對不可能發生 會有人 還有我們整班上班的 都是大人 不會這麼沒禮貌 走去搓門 她的反應 她的反應 就是告訴她 她簡直是 開到門 知道有人 不僅 還要搓 搓到是縫縫的聲 到門是白白的聲 但是我在旁邊 是完全 一隻烏鷹飛的我都可以聽得到 但是我一顆聲音都聽不到 所以她就真的怕得她的臉都青 另外一個就發生在我大女兒身上 她都24歲了 現在她就在這個屯門 屯門這個工廈室 因為她是做廣告的 她就跟她男朋友一起住 她那一期 就是跟男朋友吵架 很不開心 有一天 我們在去年的聖誕節 聖誕節 約了我的家人 就在屯門燒飯 去到下午的時候 她的男朋友 我已經進了屯門 去了我姐姐 等她下來 等她和我男朋友下來 然後6點多 我們已經開始燒飯 然後她的男朋友 就說 我那時候已經 都入了屯門 她就 說 我姐姐不對勁 你快點上來 我女兒叫 阿B 阿B 她很有問題 跟她說 跟她男朋友說 就是說 這個空間 只有我和她 這裡不歡迎你 跟著 二話不說 我聽完之後 應該是出事了 她就說 她男朋友一走過去 叫她說 我們要下去了 Auntie來了 全部人等我們吃 那我女兒 就 家裡 有些電腦 錄像 就推向地下 整張桌子反轉 很大力 跟著她男朋友走過去 就直接拿著湖滾水 想淋去 叫她走 那我上去 我們都很近的 我們在屯門 南地那邊過去 那她就在 對 她就是工廠區的 那我現在 但是說不到 那邊 跟著我就 抓了我的二生女兒 我二生女兒的男朋友 她男朋友開車 我們三個人上去 跟著 就 上去的時候 我們一上去 我就已經打了給我師傅 就跟師傅說 阿B好像出事了 她說了這些 師傅說 你什麼都不要理 你馬上去 夾走 一定要離開 去那個工廠區 先 那上去的時候 我的女兒 就坐在電腦台 就在那裡自然自愈 就跟我們說 你上去幹什麼 那我的師傅就說 你不要告訴她 帶她去哪裡 你就跟她說 就說要她燒東西吃 總之我要想辦法 是先夾她 離開那個特定房 那跟著上去的時候 她就說 你們上去幹什麼 她就不停在那裡 罵男朋友 你叫他們上來幹什麼 我真的很討厭你 我不想你在這裡 你叫他們整班上來幹什麼 我不去 然後我就跟她說 啊 啊 啊 靈兒媽 啊 兒獎那些 全部都在等我們燒東西吃 那我的兒生女兒就說 快點走 快點穿蟹走 全部在燒東西吃 等你們下去 夜夜 她說我不去 我都不餓 然後就衝了上床 把床都扔掉 然後把床都扔掉 然後頭呢 就不斷地向後 撞到牆上 然後把窗簾 還有白顏簾 就弄了出來 那好啦 我們開始夾她了 不行啊 然後我受不了了 她很大力 雖然我們最後都知道 她是被小孩子上了身的 但是他都很大力 他就發困難 不肯跟我們走 我就說不行了 我自己都開始期望 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件 發生在我身邊的人身上 然後我就視像給我師父 我師父說夾他走 一定要夾他下來管 因為他不知道會做些什麼傷害自己的事 然後我和我二生女兒 他的男朋友和我女兒的男朋友 一起夾他走 鞋子就抽走了 他就不停在那裡說 我不去 我不去 我們夾到車上的時候 他就變成了小孩看聲 其實那一刻 我知道我師父不是很害怕的 他說 他就不停在車上 捉我二生女兒的男朋友 我二生女兒的男朋友很害怕 因為他完全凌接觸這些事沒有聽過 媽媽在車上捉他 我和我女兒的男朋友坐在後座乘客夾著他 他就不停在車上捉我兒女兒的男朋友的頭 那個男朋友的頭 說 不是 他的男朋友和他兩條兒子就夾他 我就坐在前面 應該是 開頭 他就不停在他男朋友說 你很害怕啊 你很害怕啊 我知道你很害怕啊 但我喜歡和你玩的 然後他那個男朋友就說 伯母要停車了 我真的很害怕啊 那就和我調位 坐在車上 我就不停在車上罵他 我說你真的走不走啊 他說 我真的不走啊 我是不走啊 那怎麼辦啊 你和我爭吵 帶起小孩來的 帶到他去上館的時候 上館的時候就已經在說了 他就坐在前面 很害怕 他就指著我師父和另外那個高級的師父 就是有些東西來的那些 撥下 掩著頭 說 我不喜歡他們 我很害怕啊 我不想和他們一起 那我其他師姐就已經知道他的小孩了 就問他 我跟你玩飛人棋啊 我跟你玩波子棋啊 他什麼都不懂 他應該很久的 不是現在最近的小孩了 他說他只懂得玩波子棋啊 什麼都不懂 那他跟那些師姐玩的時候 就好像 真的很小朋友的 我都覺得是有點可憐的 那跟著呢 我那些師姐就說不再和他玩了 因為跟他一直玩的時候就暈了 就是覺得有影響到他們的思維了 那跟著 到他不走的時候呢 他說他不想走 他說為什麼他 我師父就問他 為什麼你要搞姐姐啊 姐姐沒有害怕 他說你們都不知道 我陪姐姐那時候 姐姐很不開心啊 我只是想和姐姐玩這樣說 就是他完全說沒有心開我的女兒的 那好啦 師父就說 你走啦 不如你走 我不想走 那師父就拿著一杯東西啦 就說你真的要走了 你不走呢 到我逼你走的時候 我一想帶上去 你就沒得走了 跟著他說 好啦 讓我想一會啦 很有趣的 他真的很細節 他就讓我想一會啦 然後想一想 他就喝了一杯東西啦 那師父就跟他說 你現在乖乖地 就跟著 應該就是土地局啦 那你跟著土地局啦 有東西給你吃 那你乖乖地的 怎樣 那他就很乖地答應了 就是整個過程 我覺得他是一個乖的小朋友 他沒有心去 即是沒有心去傷害人的 但是只不過他就是想和我女兒玩 就是這樣啦 那跟著再問回我女兒的時候呢 其實他在這個公下的時候呢 他是有幫人做上網上Zoom補習 除了做廣告之外 有上Zoom幫人補習的網絡 他說 試過有一天呢 是上上網的時候呢 他突然間整個人擦黑入面 他就看到他家屋呢 很大煙 直接好像著火一樣 聞到有些煙味 跟著他上上課堂呢 就叫那些學生說 現在我載不到課了 又有重要事啦 大家一起下課 demonstrates his work 就是每隔下面的課堂呢 我就覺得那層大約趕著火 反覆到 是他想離開那個Zoom 她的Zoom 很大 想離開那裡的時候呢 那一開門呢 全都變回了原葬了 了 那他自己再地 secondary 其實他看的情境呢 就是應該那個小朋友發生意外的情境的 我經常有 我有的 當時我有帶佛牌,佛牌是很強的,是保護我的 太強,影響到家身邊的人 我就找了我現在的師傅,很尊重地請走了 就跟了我的師傅,因為佛牌太強 連想傷害我的人也去影響他們 然後就不行了,我就要找我師傅幫我做了一些事情 請走了,然後一直都這樣,就沒有再有其他發生 但當時發生的事很多 可能你走過樓梯,你都會看到有個人坐著 但你那個人是不害怕的,你完全知道他是什麼 你不害怕,到你回頭看那個時,他已經不見了 這些事情就發生了很多 所以不是很長的那些,我就沒有再說 那我這兩個,上面那兩個故事就是 我自己親身經歷最長,最細緻的 其他那些都是見到,看到,那些就不說 因為我覺得你們這些節目經常都說 多的事情發生在我工場那些就會多些 因為可能真的好像大戲那些感覺 那些靈體真的會燒尾 那我就反過來,我整個工場都是燒尾 你想想我會聚了多少人 我們自己都感受到的 但是不能上班的時候,大家應該能上班的時候 大家都有所心理準備,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所以每個人都很大膽的下班 即是上班那些,多數都是男士 女士實際上只有幾個 尤其是我們那個工場 後樓梯只有我們 整棟大後樓梯是隔離的 我們樓上樓下沒有人做事的 即是可能十六層樓好像 十六、七層樓 實際上只有三、四層樓做事 凌晨是沒有的 唯獨只有我們一個工場做事 其他那些都是日頭開工的 所以我們晚上 我們整棟大廈的後門 只有我們的工場的後樓梯 只有我們工場進去的 所以我們很多同事 我們的後樓梯是被我們的同事霸了 即是鋪了皮、鋪了床 在後面睡的 而那裡睡的人 我想有十個曾經睡 有八個 八個都是不能動的 試過睡覺 接著都習以為常 有得你現在每個都累到什麼 你不要假的 可能他們的心態就是 你不要教我 有得我睡覺 你有理責我 有我睡覺 已經是去到這樣了 好像共存一樣 如果還有一個 就是我自己現在住在這裡 即是我跟了師傅之後 就封了屋 我最早進來的時候 我就真的戴著肚 7月14日搬進來的 那我懷孕的時候 我就不擔得肚 只知道不擔得肚 那不是我拜四個的 那是我奶奶幫我拜四個的 那我奶奶也是半桶水來的 那我第一個出生 第一個大那個出生 和第二個出生 即是大那個都很大 那第二個出生就沒什麼的 去到第二 我有幾個小朋友 去到第三個出生的時候 不對勁了 慢慢哭了 哭了一百天了 那跟著我呢 就凌晨三四點 就自然會起床的 是哩哩的 不知道為什麼起床 又不是肚餓 又不是要換扁 那跟著呢 那我的朋友 那時候 我可以說 我還是信耶穌的 那是沒什麼用的 我告訴你 我不是不尊重 我都尊重其他 各派的 但是我自己信耶穌 可能我不來床前的基督徒 那跟著呢 那我的朋友就教我 不如你去拜腳 問一下 那錄到紫薩浦的時候 他就意話不說 就跟我說 你搬進來的時候 是不是不是你拜四角 哇 我馬上 你這麼厲害 我不是我拜四角 你都知道 然後他說 行了 你不用說那麼多話了 你今晚六點多鐘 你就在樓下十字路口 那時候 我現在給你一份女衣子 那你又搬那些口水下去 就掃一下紫薩 那又跟著買了些飯水 那時候我忘記了 那又不知買些什麼 豆腐啊 芽菜 那些物體 就在我其中樓下的角落頭 就拜 他就 我怕的 那時候我信耶穌 我不會這些 那他又說我照做 那他就說 你在角落頭燒完一份東西 十字路口 那些物體 那就一定要入夜才做的 那你燒完一份東西 燒乾淨了 你就把那個飯盒翻轉 一翻轉的時候 你就很快點走回家了 如果有人叫你 你千萬叫你 或者有聲音 你千萬不要轉轉 你不要跟我說 你叫我直接衝回家 他跟我說完 我還怕 因為我那時候不認識 這樣做 然後就叫我安過土地 那一晚之後 那時候我先生還看到 他一向都說 信不信信 沒有鬼弄鬼 類似的 安過土地之後 自此之後 那一晚 很久慢慢哭 吵醒我們 那一晚之後 沒有哭過 一路去到大的時候 任何事沒有發生過 那去到那一刻 我的老公沒辦法不信 然後我裝香 開始學拜神 那些東西 那他就不敢再說我 因為不道理不信 那跟著再認識我師父之後 那還沒去裝這個土地的時候 我家裡 我經常在家裡自己一個 我在我家裡有兩間房子都很大的 我在我的房子裡幫小朋友收拾東西 那我先生就出去做事 我就自己照顧小朋友 我在我的房子裡收拾東西 我收拾一下東西 真的會有人在你旁邊 即是好像嘆氣聲 直接在你耳邊 很多次了 要不就不小心 你會聽到一些笑你的聲 即是他不是 你不是聽到別人玩 他有小事在做的時候 他好像笑咎你 你會聽到不期間有這樣的聲 但我告訴你 我們是最早派進來住的人 我旁邊左右是沒有小朋友的 我旁邊還沒有人搬進來住的 那些聲音從哪裡來的呢 我樓上樓下就是老人家來的 以我所知 因為我們有投訴過 他有漏水那些 是沒有小朋友在那裡的 怎麼會有小朋友的聲音 你當我可能生了小朋友 有幻覺 晚上我先生 有時候我們開店 有時候還沒回來 那些小朋友小的 他們完全感受不到我的東西 還是小朋友來的 那我大那個就不在那裡住 那跟著呢 我可以在聽到 我房間就會關門的 我可以在聽到 會聽到一男一女 在我房間都說話 但你很可能的聲音 不是在樓上樓下傳出來 百分百很清晰 是直接有人在我房間都說話 我都害怕那時候 但是 都大膽的 我們出慣夜街了 那就覺得 不要管他了 你不要管我 都不管你了 都是這樣了 夜慣蒲 那些都 對這些都覺得 他沒有搞我就算了 那好像有時候 就聽到 可能在房間睡覺上 我的廳呢 就有些小朋友跑來跑去 但是真的至此 我幫我女兒去拜完這個日子 就是幫她拜完樓下 拜完神之後 裝了土地之後 這些事情就沒有發生了 跟著 再跟著我師父去學一下法 我家屋封了 還有我們出街 全部都上限假餐地出街的 那至此之後就沒有遇過這些事情了 開始了 是的 我有些事情想補充 那 我的大女兒 是比我對比那些小朋友 是大九年的 那小時候就是婆婆臭的 那我也有在我媽媽住一段時間 那她小時候我想 4歲左右 那時候我在我媽媽住她臭的時候 我就躺在上床的 她就躺在下面那一格 她小過我媽 睡到半夜 她睡到半夜 就試過突然大哭 她哭得很厲害 她就突然 我就在上床看下去了 看她做什麼哭 那我多數都不理會 我自己也要上班了 那我看著她哭 她想要哭一下就不哭了 那我看著她的時候 她只下了地 那她也夠高下地 下了地之後 我看到她不是拖著人的 是好像跟著一件事 走了出去鐵閘 我們那時候就是住在 現在還沒拆 就住在鬼城西村五座 那跟著那些鐵閘 那些鐵閘還是 那些鐵閘還是 那些好像不受鋼 零形零形 那我通了洞 上面就掛著一塊布 就用來遮住 怕被人走過看到 接著窗口 即是房間上面窗口 都是一些 烫的那些膠板 即是可以在上面 就看到外面冷凹那些 還是那些款 很舊的 我在上床 她還是小 我見她半天三天走出來 我以為她是網友 那跟著 她又不是網友的 我立即在上床 掉下去 她原來走出鐵閘 在鐵閘的時候 是差不多 我想12點到1點 她在鐵閘裡 她的手 就是有人扯著她的 她的手是伸在鐵閘裡 她的表情告訴我 她很痛 是有人扯她 扯著她在鐵閘外面 你是感覺到她 我現在說話都心學 你是感覺到她 外面好像有一個人 硬要在鐵閘裡 扯她出去走廊 那我們的鐵閘熟了 我就立即大聲學 喂 真的很大聲學 那我女兒又震一震 突然間就很快放了手 我就立即抱她進來 這個又是其中一個 還有我們走廊很長的 我住在最後一段 我女兒每次經過中間 她有後樓梯、中樓梯和前樓梯 每次我們坐樓梯 我都要坐中間 中間那個中層樓梯 下去樓下三樓 再轉去其他座數 我女兒那些時間 經常 可能我帶在街上去買東西 我們都是夜櫃 半夜三天內 7 我抱著女兒 我們走到中間的樓梯 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垃圾桶 那些人就會在那些垃圾桶裡 扔垃圾出去 她就會整天指著那個垃圾桶的位 最初不懂得說話的時候 就整天指著 那我就 自訂了 我就不期間 就掩著手 看著前面 接著又抱她在那個 搭電梯那些 那裡有很多洞洞 我就 好像騷擾她 她就看一看街 你看那裡有千秋 那裡有人走 就不讓她看樓梯那邊 那好吧 開始大一點 真的會說話 她就 經常指著垃圾桶 或者經過 就整天 就指著垃圾桶那裡 喊哥哥 那我就很害怕了 那我自此之後 我就寧願走去 最尾那層樓梯 再下一層 再走回去 我會在樓下一層的升降機 我就不經過我的走路 那到她大一點了 董姓呢 就 說回 因為我女兒 她是冬天出生的 還有她出生的時間 就說她是比較陰 那些 我也不懂這些 總之她不是很陽氣性那些 她是很容易會撞到東西咯 即是說 你要被她 即她會很容易Feel到這些東西 很容易見到咯 小時候 就是這樣了 那跟著 我在我媽媽住的時候 我很記得 因為我以前 我是做些酒吧試飲的 那我回去我媽媽那裡 她其實現在沒有拆的 她樓下有很大的公園 那公園下面就是斜坡山來的 在那個山的邊邊 是有很多粒位 是有很多神魂的人士 經常站在粒位做運動的 我曾經 晚上下班 我很肯定到現在的深刻印象 都大過才記得 那時候我是 去到那個 我是還未生下大女之前 我想我應該是 二三四歲 還住我媽媽那裡 我那時候做事 就經過那個公園 晚上回家的時候 我很記得那個印象 是有一個女孩 其實現在大過想起來 就會覺得 其實為什麼這麼奇怪 這麼晚 半夜三間 那我也是那些 兩三年時間 半夜三間 應該會有一個女孩 看著那個山邊站在那裡 不動 那時候還不會害怕 沒有想過有鬼 那樣東西 即是還未接觸到 你永遠看到的東西都是人 我從來 那時候還要是 我都講過 以前相信耶穌 我從來沒有想到 那樣東西 即是 那個思想是沒有的 直接 跟著到現在 大過再回覆 知道覺得有這些事情 的時候 我現在再覺得 我肯定 那個一定不是人 那時候她是真的 穿著一件 白色長袍 但在那一刻 我就覺得 有個女人 穿著睡衣 站在那裡 但你現在大翻再想想 你其實真的 半夜三間 是不是真的有 那樣不斷 放了長的頭髮 站在那山邊 還不夠呢 即是 你 你當我是 現在想多了 還是 接觸了這些東西 認住是鬼 但是 我的感覺 那一下 她應該 不是人 是站在那裡 不動 除非她有精神病 這些也是 我 在舊屋村的經歷 還有我哥哥 那些小鬼哥住的時候 那些兩巷很長的 他們夜晚 就是周生走的時候 周生走 他們經常都有說 你在好遠 在我們住 最尾那一段 他們永遠夜晚 看去最前 很多人都看到 就會看到 在一棵牆上 就會噴一聲 是看到白影 就撞到另一棵牆 或者很多時候 在電梯口 明明 我們那些都會聽到 電梯聲 明明 又沒有電梯聲 也都沒有人聲 就會看到 在樓梯裡 一飆就飆在電梯口 但是 他們走回去坐電梯的時候 沒有電梯 也都沒有人在 很多時候 這些都 有遇到 在九屋村 我哥哥那些 就 經常聽他們說 就多了 更多靈異故事 敬請關注 YouTube平台 發明人間 也可以成為會員 支持平台 下次見 有消息 更多的 空間 都沒有足夠 不少 可以 有抗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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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